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鎮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女朋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就說說話 這個真是... 不過這麼說 這些事件之前都有 無日無知 你將軍事這樣 跟他這麼深度合作是沒有辦法的 我可以說他 他也知道自己有這個優勢 他就用到盡 因為不會在日本本土判的 審的 是,你說的 所以你說用到盡 這事件就說得相當精準 原來就是一位駐日美軍 什麼事呢 他就炸車 結果就是 撞倒了人 但是 他回到美國 只是關了30天 就釋放了 這事件已經很久之前了 2021年5月29日 駐日美軍 駐日美軍 叫做 李奇 阿爾科 尼斯 原來這位 他就是在富士山 炸車 撞倒了兩個 日本公民 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原本 是在日本服役直到2023年 12月 被轉移回美國關押 但是 回到美國之下 只是關了一個月 就是假釋了 他開心地和 老婆子女團聚 日本 民眾看到他這張照片就震怒了 甚至引發了兩國關係緊張的 原來這個是美國海軍中衛 他曾經駐紮在神奈川縣的 橫衰賀美軍基地 這是比較大的 後來在富士山 駕車兆時 撞倒了85歲的一位日本老婦人 和54歲的 女婿 他承認 是過失駕駛 並且在2001年 10月被日本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只是美國海軍的軍衣 當時為他辯護 不好意思 他講富士山 原來他叫急性高山症 急性高山症 可能是有這個症 不好意思有這個症 所以他不小心 去年12月 他被轉移到美國的監獄 關了一個月就沒事了 原來CNN 的主播也在推特 就發文慶祝他 這個主播 就叫做塔帕 他就說 恭喜你 是完全獲得假釋 是假釋 拿敬令臣慶 其實我覺得應該低調 因為他又拍了照 抱著弟弟哥 就說他不會再受到當局的監督 相關的鐵文 亦都是附上了 是多張36歲這位 阿爾科尼斯和妻子 和三個小孩的合者 一家人試得非常開心 然後 這個就成為了日本 重磅的新聞 震怒了日本的民眾 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 亦都是 你知道他們跟軍方很親 雖然我們都覺得 多謝這個 駐日美軍 但是 他亦都說 日本 很搞笑 最搞笑的是 日本欠這家人和美國一個道歉 嘩 現在誰的家人 發生慘事 沒有錯 亦都導致 這位 美國軍人有沒有向他的家人道歉 你倒轉 我看不到有 不好意思 我看不到 原來 這宗事件 就是 道歉 向美軍的家人道歉 以及 向美國道歉 這樣說 當然 令到日本的民眾震怒 為何你敢慶祝 他和他家人 有沒有向日本 兩位勢者家屬道歉 好像是沒有的 事實上在之前 他的老婆 和其他聲援這位美軍人士 就說 早已經在美國發起了一場成功的施壓運動 要求美國政府 令到他的丈夫可以獲釋 美國總統拜登 原來都很重視 美國總統拜登 在2022年國情之文後 曾經和他老婆 有一個對話 副總統賀錦麗也曾經直接 向日本手上岸田文雄提出這件事 我知道為什麼 現在西方 因為如果中國捉了一些西方 在中國犯罪的人 放了他 你以為日本 日本 當然因為他們西方有很多小弟國家 所謂的盟友 尤其是美國有很多小弟國家 但是說真的 你把那麼多軍事 合作 難聽說 你把國家的 國防 交換 你這樣交換 就交換民族的不公待遇 之前很多 沖繩發生了很多這樣的事件 硬上攻 銀行 廠銀居 撻野 這些 更少 原來 雖然日本民眾相當生氣 但大部分日本媒體也說 日本媒體也很糟糕 可能是兩個國家政府 沒有公開任何評論 原來 也說兩個國家政府 沒有公開任何評論 另外美國天普大學 日本分校的教授報朗就認為 日本 政界人士和主流媒體 沒有任何動機 把這件事件發大離譜 因為 日本 國內普遍認為 雖然這件事件 完全是不公道 但是 這些媒體 等你說 韓蟬效應 在香港 但是現在這個就是韓蟬效應 原來跟美國 結盟 是有關的 因為跟美國結盟 對於日本的安全 仍然至關重要 他們很擔心惡化美日關係 所以 這些案件 看不到 喪權欲閣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保住我 不過他們說 不怕 現在你保住我就可以了 你犧牲民眾 就是這麼簡單 二戰以來 美國長期在日本 在美軍 至今已經有 5.4萬名美軍 在120個基地 只在沖繩32個基地 最多美軍就是沖繩 接近3萬名美軍 由於沖繩比倫台灣地區 如果要令到美國有能力應對 大陸如果真是武統的話 在沖繩就會要駐紮重兵 以沖繩為主 其實日本民間 對於美國 在日本的軍事存在不滿的氣氛是升溫的 其實去年 一份文章看到 七成的沖繩人認為美軍基地 集中在沖繩是不公平的 同時也越來越多年輕人 接受美軍的存在 沒有辦法 因為二戰那批人就走了 沖繩人如果真的經歷過二戰那批人 就很反感 雖然日本人出現了不滿 但是美國作為 盟友地位不可取締 只叫你忍 你明白嗎?忍啊 現在是 含忍 含忍 含著淚去忍 沒錯 沖繩也有說話 玉成丹尼也發表了2024年的財政 是營運放針 原來他也說 現在針對日本政府通過剝奪 是支持權力強行推進沖繩 名護士邊野 古美軍新基地計劃 玉成丹尼就說 是沖繩的支持 政府想著把沖繩 承受的 沉重基地負擔永久化 為實現軟民在過去 軟知事選舉和軟民選舉當中一直表達不滿的這個意願 其實都已經是當看不到 他說國家比沖繩人大 那沖繩獨立 當然不行 記得有一次有個解放軍的官員問 你說台灣 你敢說什麼台灣有事 等於日本有事 真是 給沖繩獨立 不行 一吋頂吐都不可以讓 所以一吋頂吐都不可以讓 這個中國 另外說到美軍基地 原來 日本福江機場 附近的污染物是嚴重超標 所在你曾經在美軍基地使用過 原來福江機場土壤就被檢測出 是嚴重污染 日本國土交通廳的調查就說機場土壤本含量 最高超出日本國家標準23倍 原的含量 原是重金屬 最高也超出6.2倍 福江機場 所在地曾經是美軍基地 在1972年就還給日方 污染區域基本上是 當年 美軍基地的燃料 輸送的 管道 雖然日本就說 誰污染就誰處理 但是鑑於日美 地位的協定 美國就算污染了 都沒有義務清理 即是你硬吃 所以這些事 喪權欲覺 當然你去保護你 是很多的 是的 他是假忍的 究竟是否大家肯呢 有些人不肯 有些人就覺得無所謂 那原來處理這些不是很多錢 14.4億日日 就是 5,600萬人民幣 工作呢 甚至哪 記得之前 他還要加錢 是嗎 你不要忘記 如果川普翻兜的話 你們還要加錢 你們知道 川普翻兜 你們還要加錢 除了剛剛說 剛才的基地之外 原來 一月份的時候 沖繩 也發現 他们更多地点污染 原来围绕住入美军基地 周边水体污染,为什么有这样的事,现在还不知道 还是不敢查呢 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欲承担就是沖繁远知事,跟多名日本中央政府官员会面要求中央政府承担 这些是污染水体的费用,就是不要让我们自己搞 因为这个是美军搞的 当然他就不敢叫美军是埋单 叫当地政府,他说这么多钱我给不起 原来沖繁就跟北方领土事务担当大臣 这个智建英子 还有防卫大臣牧原念 就回面了,原来就向他递了份请愿书要求 进入美军基地内是要调查和查明污染员,并且由日本中央政府 当然是不给你 怎会给你 这些差不多是 老地方你敢进 这个是我的山寨,你敢进 那就是日本中央政府承担相关的费用 那牧原念就说 中央政府已经知道 冲城苑民众的不安 会采取必要草 我觉得最后他应该付钱,他就不会让你进去查 钱他肯定付 用钱搞定,他会事宁人 冲城苑去年一份调查报告也说美军基地周边44个受检测地点30个 河水和泉水是泉坟及多坟远机物质超标 美军基地极可能污染 其中这个 经常说我们之前说 就是家手 纳基地附近一处泉水当中 这类物质 含量是日本 标准就是日本国家标准36倍 受到这个影响,当地一些自雷水厂 只可以使用活性碳处理水中的有害物质 有些需要更换水原地 那就是你喝点水可能不干净之后你会不会出事 当然出事美军也是没事 我保护你的 你不要搞的 这个也是 为什么当地居民那么生气 原来因为他要换水原 而且要多些用活性碳 升水肥 难怪你要我出 中央政府你买单 当地居民表示不满,拒绝承担额外的污水处理肺 要求 进入美军基地进行查明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个存忽 及多忽远机物质难以降解 会在环境和人体当中是累积的 被称为永久性的化学码 专家就说 长期喝这些水 对于日本人来说相当严重 影响到你的生育 现在已经 人口露化和人口减少得很厉害 还影响到生育 亦会引发其他癌症 近期 驻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 基地附近的水体连续爆出这些东西超标 其实附近居民的 检验的这些样本已经相当异常了 另外还有上个月 1月22日正江苑崩崇市 亦有一份调查结果 日本航空自卫队崩崇基地 周围又查出了9处 地下水体又有这些东西出现 自从去年年底以来 已经19个地方出现了 这个严重超标现象 究竟为什么呢 不知道 我们知道 今个月 共同事亦爆了一宗新闻 日本智慧队和美军在联合指挥所 演习首次 将中国大陆列为假想敌 并且 说这是对 解放军未来可能 出兵台湾地区的担忧日益加剧的结果 电脑无意演习2月1号开始 一直到8号 演习预设了台湾地区出现紧急状况 共同社就说 相比之前 是 临时用这些 求其名字 这次名字 假想敌 已经进一步了 防卫省就说 这些已经将 情景列为特定的指定机密 所以当然共同社这样说是真还是假 可能 应该是真也不出奇 因为他没有可能 开门给你拍片 日本和美国有多种 针对紧急状况的联合演习作战 联合演习作战 也有劳这些美军 他可以说我帮你做那么多事你不要出声 不要搞你 其中针对台湾地区所谓的突发性事件 他就不敢说母统两个字 免得 亦是野生大陆 所以这个老蕭挺好笑的 他就说 王毅 向西方跪下 去见 去见布林肯 布林肯也有去 中国 是的 还有你有没有听布林肯说拜登总统 想和习生有通话 你这些不要骗人两边说了 很心灵 很心灵 亦都说 这是作战 预演的重案 目前在电脑模拟的演习 这个叫 刀锋 不是战士 刀锋 什么呀 他演习的名字 代称的名字 他们的名字是比较过瘾的 澳洲今年也首次参加 他的结果也反映了 在今年年底 编制的最终计划 作战部队将在2025年左右进行真人演习 打算检验他的有效性 美国和日本之前曾经使用过和真实地点略有不同的无名清和地理位置 避免洩露时引起反弹 但是今年不单止将假想敌标明为中国 亦都使用了美京修改的真实版地图 当然 你说最后大家会干一场呢 我觉得 未必的 因为大家 都是想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因为刚刚也是有美军的 舰艇好像经过了台海 有没有记错呢 这个世界就是紧张感救 最后会动手 我觉得没有什么人像俄罗斯 普京那样 但是出手都不出奇 现在 其实为什么布林肯都说 要去和中国见一见 你不要忘记 你说什么贵 耶伦 一月份不是说 耶伦说今年想去多次中国 那是不是贵 其实这个世界不一样 不一样的 不断有沟通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每一边都有一些政治讯号 这个肯定 你不可以说 你不可以说 跟他有接触 跟他有沟通 有对话 这样就叫跪低 不是这样去想 他说什么战狼外交失败 喂 美国 美国也有跟 俄罗斯有对话 军事上 是不是失败 是以面物误判 是真的 伊朗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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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也有跟他联系 对 有跟他联系 那是伊朗贵 傻了 这些人都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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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